好了在完成了帽子绳之后 我们马上就要缝钮扣了 我选的是这种就像珍珠一样的 实际上它并不是扣子 真的是仿珍珠 这样的一个小珠子 它并不是扣子 但是完全可以作为扣子来用的 所以我就展示用它吧 因为珍珠的色彩是浅色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位置也是浅色 所以我们要缝扣子的时候 尽量就用浅色线 记住了吗 尽量不要用深色的线 比如我们之前的深色线 你看它在这就会很明显 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颜色 浅色 如果你有淡粉色 白色 或者是淡黄色等等都可以 只要是浅色的都可以 我们依然是用家里的细针和细线 来完成扭扣缝合的这一部分 一定要认双线 因为扭扣是经常要碰 要动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给它缝得非常结实 而且要考虑到小孩子啊 小孩子穿 他会对这些圆圆的东西啊 有很大的兴趣 他会不停地往下拉扯那个扭扣 如果被孩子拉扯掉了的话 放进嘴里就会非常危险啊 所以我每次都会提示大家 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 好的 我们第一个扣子呢 首先要给它缝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你这个帽子绳的这个位置的对面向下一点 记住了吗 由于我们在帧数上啊 已经做了很好的计算 所以你看啊 它的这个 这个位置啊 都对齐了以后 你看 两部分啊 都对齐了以后 然后这边也对齐了 然后会使得 两个部分啊 自然的 你看有这么宽的一个重叠 这就是用于我们缝扣子用的啊 这个叫门巾这个位置 看你了 如果你要是给小男孩穿 就缝在这一溜 啊 五个钮扣 如果可以小女孩的话 就缝在这一溜 我当然无所谓了 我看看啊 哪边漂亮 我就给它 把哪边露在外边 那我就缝在这一溜了啊 好 第一个钮扣呢 我们要 在这个位置啊 刚刚已经给大家讲了 先用针和线 在这位置多缝两下 使它在这位置啊 能够很好的固定住 然后再拿一个钮扣啊 过来缝 缝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啊 尽管它只是一个珠子 并不是扣子啊 但是会觉得它 确实很漂亮 很适合咱们这个 毛绒绒的这些小衣服 我们一边缝扣子 你可能就有疑问了 哎呀 我们没有扣眼怎么办呀 不用织扣眼 因为本身我 这个系列的视频教程呢 就是专门 为零基础的新手准备的 如果一个零基础的新手 你给它增加过多的环节 比如扣眼 比如口袋 比如拉链 这些部分啊 对于一个编织爱好者 有一定经验的 从 喜欢这些的那些发烧友来说 都觉得啊 很麻烦 而且很困难 很有可能 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所以 我们就不给零基础新手啊 设置这么多的障碍了 让他先 支撑一件衣服啊 有一种成就感了 将来有了很多的经验之后 我们再 给他 完善更多的这些细节 比如拉链啊 钮扣啊 等等啊 这些 我们认为 需要添加的部分 但现在 就现在来说啊 他必须的 以 完成一件为主的这些 主要的部分啊 我们先给他保障出来 然后呢 那些小细节啊 就是将来再说了啊 好了 你看我们扭扣已经完成了之后呢 大家 把他的这个门巾啊 都给他两侧弄好 然后对应着他扭扣的这位置啊 你看 只要我们把手从这儿 放进来 他自然就有这种孔洞 无论是手工编织 还是各种样的 毛线的材质 甚至是机器编织的 只要是和针织相关 那么 他一定 会有自然的这种孔洞 看到了吗 哎呀扣远了 扣远的近点调整 你看多方便 如果我们直了扣眼的话 反而啊 扣上以后他不会稳固 而且在扣眼这位置经常会掉 好了 一个扣扣缝完以后呢 我们要照例啊 继续向下缝 很多人会认为缝这儿吧 缝这儿缝这儿 才不是呢啊 我们也没有必要 去计算它相互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们有的是窍门啊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扣啊 我们也给它找准位置啊 在这儿 我们没有必要 嗯 再去量 然后确定下一个扭扣的所在位置 因为一个手工爱好者 他会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会运用 平时的那些 小的经验 来运用到自己在手工制作当中 现在大家就猜一下啊 我们下一个扭扣缝哪儿 下一个扭扣是缝第几个 我们怎样 既不用尺子 也不用其他 工具借助 直接就用现有的 我们就可以找出 下一个扭扣缝在哪儿 而且距离啊 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我们在缝合这个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一定要缝结实了啊 本来它强调过很多次 你看 这个呢也依然可以用 刚刚这个方法啊 直接从这儿呢 一扣就扣上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啊 因为我们 有一个谜底还没有揭开 大家还不知道 下一个扭扣缝哪个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把线韧上 然后给大家 把这个具体的位置确定好啊 知道怎么认真了 是吧 双线稍微长一点啊 下一个扭扣锁在位置呢 大家看啊 我们先把之前扣好的 这给它解开 解开之后 你看 我们就把两个刚刚缝好的扭扣 相对 看到了吗 两个人对在一起 对在一起挨上之后啊 大家看 往下捋 使劲按住 再一打开 那么 这个位置就是 下一个扭扣要缝的地方了 我们取了一个中间 你看 也不需要拿尺子量计算距离啊 做一个手工爱好者 这些一定能够想得到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啊 把它缝好 那么 已经缝到这了 你肯定知道下一个扭扣缝哪了 对不对 也找到了 相应的方法 怎样才能够 用最快的速度 然后把另外一个扭扣啊 给它缝好 而且缝在 最准确的位置上 这个白色呢 应该不是纯粹的 米白色 不是纯粹的 雪白 更不是那种奶白色啊 而是米白色 它比上边两个色彩呢 就是稍微的 暗了一个色号 好 下一个扭扣不用说了 是之前我们教过的方法啊 把两个相邻的纽扣 这样挨着之后 然后一按 就找到了下一个 纽扣所在的位置啊 在这儿 比你用任何尺子凉的 都要精准 而且不会费 那么长的时间 就要重新的 然后再来一按 一点 再来一按 符合好之后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并不难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纽扣 这个时候我们要扣一下 而且 恭喜你 你已经把一个 非常非常完美的马甲完成了 你可以先这样给孩子穿啊 边缘 就是马甲边缘这地方呢 不用再挑支针 再重新弄那个边 因为它很整齐 并且它有着足够的弹性啊 你看 现在可以先当一个马甲 给娃 给你的孩子啊 先穿着 然后等冷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的 给他 把两个袖子完成 把两个袖子缝好以后呢 就是一个上衣 对不对 我的多数学生基本都是这样干的啊 完成一个马甲 先穿着 关键是这么漂亮的小衣服 你给孩子完成之后呢 他自己穿上都舍不得脱下来 看一个小马甲 它有着圆圆的帽子啊 你的是这样圆吗 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好了 在下一个环节呢 我们将教大家袖子的编织方法啊 现在先给娃娃穿着吧